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主编点新闻是由MSI为你呈现 欢迎收听主编点新闻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这一两天国内的局势变化很大 有各种政治异动的传言 其实都在流传 昨天晚上西蒙三党的最高领导层会上 并预告说近日内将会有大动作 那西蒙社媒账号 昨天晚上大概将近11点的时候 就有贴文指出 不管是任何的决定 西蒙都会遵照三党的共识 那西蒙主要领导层晚上会面并重生 将会在一切决定呢 与政治行动中坚守西蒙合作 西蒙将会按照共识来做一切的决定 近期将会有大变动 就在这场西蒙三党领袖会面前几个小时呢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和被视为接班人的陆兆夫 跟陈兴党主席摩玛沙布 还有其他一些领袖呢 就到了这个阿布哈利的基金会 跟马哈迪会面 而且当中的人包括了沙巴明信党主席 沙菲伊阿布道 不过呢 这场会面当中呢 身为西蒙共主的共识党 女秀安华哲缺席 这牵引出说 现在的西蒙到底还是以前的西蒙吗 那么过去的西蒙 还有敦马以及沙菲伊 那么如今的西蒙 好像是变成缩水版的这个西蒙 表面上是叫做西蒙Plus 那实际上呢可能是西蒙Minus 那么敦马跟安华之间的这个关系 在西莱登政变之后呢 一直是阴晴不定 有些时候呢是晴空万里 非常的这个漂亮 那么有些时候呢 则是乌云密布 说穿了这两位老人家 95岁和73岁都还在谈判着 到底谁该领导这个反对阵线 不管他叫做西蒙Plus还是西蒙 总之现在要推举一名领袖来领导 而且他也必须是首相的人选 那西蒙的社媒账号上载的这个照片 就显示说出席这场会议的领袖呢 就有公正党主席安华 与总秘书塞夫丁纳素丁 成信党的老大默哈默沙布 还有呢就是行动党的林光阴 还有陆赵福 塞夫丁之后就向当今大马证实说 安华昨天晚上呢 跟西蒙领袖在他的这个吉隆坡的住家见面 他说他们做了 他们呢就是重申 西蒙将会一起做每一项决策 还有采取政治行动的承诺 好了 那么现在呢就是当我们提到 目前政治变化的时候呢 就不得不提二月尾发生的这个西莱登政变 那么西蒙跟这个民信党失去联邦政权 目前由西蒙民信党跟马哈迪阵营所组成的 西明马 西明马 这个名字很特别 正式他们已经启动 要重新夺回政权的这个战场了 希望能够把这个首相 穆尤丁跟国盟政府给拉下来 那么昨天傍晚呢 穆尤丁的这一个政府的这个 工程部副部长 赛鲁定辞职 紧接着他就去到马哈迪的办公室 跟马哈迪见面 不过呢 他并没有详细说明说 他到底是不是也已经退出了国盟政府 现在针对这一点呢 是出现两种不同的说法 有些说呢 他还是保持着这个国盟后座议员的这个身份 有些则说 你既然都已经辞职了 而且你都去见了这个老马之后呢 是不是应该要表明你的这个政治的立场呢 那么我们再看回去 222个国会议席当中 西蒙的这个国盟的政府呢 只以微差两席来执政 只有113 那么一旦沙鲁定过当之后呢 意味着穆尤丁只以微差的一席来执政 那么这个政权分分钟都会倒台 由于政局极度的这个不稳定 所以才传出更多关于 跳槽啊 辞职啊 退党 那么这些东西呢 都一窝蜂的跑出来 那么有一些是不满 有一些是以退为进 有一些是为了要报复 那么各种目标跟心态都有 因此呢 局势是一片混乱 另外呢 昨天晚上 林冠宁还有公正党的通讯主任法米呢 的不约而同 在他们的这个社交媒体上上载了犀鸟的照片 似乎亦有所指 法米呢 在推文当中就说啊 犀鸟最近两周呢 到访关丹国会议员傅之亚的住家 林冠宁则说呢 刚才在吉隆坡飞禽公园的 这一个咖啡厅里 抬头一看 就发现了一只美丽珍贵的犀鸟 他就写道说 这是不是意味着新马来西亚 将会继续被希望的光芒所普照呢 那犀鸟也是沙拉月的象征 沙拉月呢 素来就有这一个犀鸟之香的美誉 如果把这个犀鸟 把这一只鸟呢 放在这个政治脉络上来看呢 其实它有两层的这个意义 那么第一层呢 就是沙拉月的这个政治力量 目前沙州政府 是由沙拉月政党联盟GPS来掌权 同时呢 在联邦层面的GPS 它拥有18个国会议席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 足以影响跟左右政局的走势 同时也能够稳定这个政局 那么目前GPS是选择跟国盟走在一起 而四名高级部长当中呢 其中一人就是来自GPS的这个 工程部长法迪拉 他负责这个基建的这个统筹事务发展 那么另外一个因素呢 就是GPS它的造王者角色 GPS它成为国盟和西盟拉拢的这个对象 木派和马派都派人跟GPS接洽 希望能够得到GPS的这个支持 才能够组织中央政府 GPS的身份地位呢 现在已经是水涨船高了 能够获得更多的谈判筹码 下一段回来主编点新闻呢 我们就来进一步的关注一下 刚刚蓝主编有提到的西民嘛 也就是西蒙民进党 还有这一个由马哈迪阵营组成的新阵线 他们有机会重夺政权吗